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余光中半个世纪前的诗句 道出了两岸亲人内心深处的呼唤 浅浅海峡成为咫尺天涯 数十年前身处两岸的至亲难以相见 书信在那个时代 成为情感联系的重要载体 福建漳州东山县寡妇村展览馆内 一丰丰泛黄的两岸家书 静静地摆放在一角 字里行间无不诉说着割不断的骨肉亲情 1950年5月10号 福建漳州东山县铜波村 大量壮丁被掳走带到台湾 遭此浩劫的铜波村 从安静的小渔村成了人们口中的寡妇村 铜波村被抓壮丁147人 147人壮丁到台湾之后 两岸的分离 要通过一些书信来联络 在黄海勇看来 这些书信既承载着台湾与大陆分离的不幸 又维系着两岸生死相连的亲情 福建漳州是台胞主要阻籍地之一 台湾现有2300万人口中 阻籍在漳州的约占40% 亲情之间的晚来关系就产生了我们的台湾 那这个正是什么 正是两岸密不可分血脉先年的一种民政 那这个最早的应该说 我按照我的理解 这种是从明末清出这里就大量产生 血性在明南语中叫血批 图志伟指出 在狭义范围内 台批是两岸家书更具闽南卫的表达 通过调查书里 图志伟将两岸家书分为两类 即闽台两地间亲友往来或信息联系的凭证 以及亲属间银性合一的往来互动 与侨批单方面接受海外银性不同 台批中的闽台互动是双向的 这些台批反映的一个内容 事实上就对家乡的怀念 还有对家乡的支持 那这里不仅仅是台湾同胞 签台之后对家乡的怀念 还有我们大陆 湛州的主地的亲人 挂链签台的同胞 也写信问他们 并且还出钱出力支持他们在台湾发展 以两岸家书为主的涉台文献资料 承载着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 据不完全统计 漳州市民间现存两岸家书总量 约在一万分左右 如今面临流失风险 有关两岸家书 在民间的一些存在的状况堪忧 有一些因为保存不当 就会没变 重铸 自然灭尸 那有一些随着老一辈先人的过世 那很多就会损毁 所以这一方面的保护 我觉得非常重要 应该说叫破在眉睫 如今电子通信发达的时代 很多人难以理解 蕴藏于书信中的精神力量 作为千台记忆文献资料 征集的有力推动者 方立云认为 两岸家书无论实物还是手抄本 都弥足珍贵 我觉得在做到一定的量的时候 我觉得更重要的 是要把这些有关涉台的文献 这个家书 两岸家书要充分利用起来 这个要进行专题的组织一些专家 进行专题的研究 然后再讲好台批故事 目前张周已搜集到文书 照片和祖朴名册等千台文献档案 2861件 其中两岸信件139件 随着征集活动的陆续展开 两岸家书等涉台文献资料 正走出历史缝隙 重回大众视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